來關心海碩杯南網賽事的消息 在雙打的部分 已經沒有純台灣的搭檔組合了 不過陳迪跟王介甫 分別是和韓國還有印度的選手來搭檔 兩組人馬都期待能夠進軍到四強賽 對 只可惜 陳迪跟韓國選手林永葵的組合 是苦戰了三盤 但還是止步了八強 至於王介甫則跟印度搭檔 花了75分鐘 直落爾打敗對手 收下了四強門票 也成為瘦果僅存的台灣雙打代表 這場比賽 在比賽前 因為 以前他們都輸了 就剩下我雙打 然後在陳迪他們 八強四手也輸了 就是感覺 這一次雙打好像是我 好像是我這輩子感覺 最在乎的一次的雙打 因為之前去打Future的那些雙打 好像就是感覺沒什麼壓力 對 也沒有什麼感覺 下去就是放開打 不像這一場 就是比較不同的意義 今年才剛滿20歲的王介甫 和印度組合Benbrie 在首輪賽事就大爆冷門 贏了大會第二首次 今天在節賽力 要挑戰來踢館的日本組合 王介甫也沒露氣 雙打八強中 在沒有被破掉任何一局發球的 完美表現下 以6比3 6比4 直落二的表現 排落日本對手 成為唯一闖進四強的台灣代表 而林一組的台灣代表 陳迪和韓國選手林永奎搭檔 以6比4先搶下第一盤 但是先勝後摔 1比6丟掉第二盤 在第三盤搶食戰中 一度面臨四個賽末點 雖然奮戰挽回 最後仍以11比13 輸給大會第三種子 事實上他們專門打鬆打 有他們鬆打的戰術 然後他們在像發球的掌握率 都非常的把握得非常好 然後怎麼說呢 就是他們的戰略 就是很清楚他們該怎麼去戰位 該怎麼樣去配合 所以他們在整理打起來 是很確定的 黑話保護機 陳志勒 國選起 報導